穿着制服在酒店又唱又跳 这不是角色扮演 而是真的有高中生下海陪酒 波汉摸了眼时身份 通常都在下课时 就把制服塞进包包换上便服 更夸张的是 还有人下课之后 就直接穿着制服 开启了毒轰趴 女高职生吸毒下海陪酒的离谱行径 之所以会曝光 前于上个月 高雄市警方破获一起毒品案 从药头住处搜出女学生卖淫的账册 还清楚写明每一笔卖淫记录 那是蛮夹一条的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未成年 要远景压抑的是 这些女学生全都是同班同学 一般40个人就有30个人设计卖淫 更夸张的是 有人从吸毒者变成了贩毒集团成员 甚至有人是为了买毒品才下海卖淫 他们之前我是叫拉K 拉K是一种全民运动 你说他们不跟同学有在拉 你如果没有跟人家拉 你就分不上时代 警方查出高职女生吸毒卖淫事件 还有后续发展 最新的周刊报道 更直击高雄两所知名的高职学上学生 下课之后穿着制服开毒烘趴 也有人制服栽进书包 直接上酒店陪酒 这一幕幕离谱的画面 不禁让人感叹 台湾的教育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高雄 采访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电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